你给吃了 好好吃啊 不能吃不能吃 真的啊 真不能吃啊 吐了吐了吐了 快 吐出来啊 洗刷 洗刷 干什么 老婆 洗刷 来嘛 快放开 来呀 这有起作用啊 洗刷 你 不要 不是时候 放开被吃的 老婆老婆 来 来 别解了别解了 不着急 晚上的晚上的啊 别这么快点啊 放开手 别解了 来呀 放开 放开 来吧 来呀 救命啊 不要啊 来呀 救命啊 饶了我吧 来啊 还没写完呢 快写完了 怎么 你还没睡啊 吃点燕窝吧 我说了 我不喜欢吃燕窝 不喜欢吃也得吃啊 你现在是一家之主 多少大事小事都要你担着 没有好身体怎么可以啊 再说这些情简 也不用你亲自写嘛 交给开太就好了 我接手修庄以来 这是佟家的第一件大事 我不能有任何的马虎 虽然写情简是小事 但是我自己亲手写的 意义不一样吗 对 你写得周到 好 可是今天真的很晚了 早点休息吧 反正已经这么晚了 索性就把它洗完吧 没多少了 你先回房休息吧 那好吧 我等你啊 我等你啊 那个 记得把烟窝吃了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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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少奶奶 少爷差人过来了 说是在外面应酬 就不回家吃饭了 请您自己先回去 我知道了 怎么 不开心吗 哪有啊 杨总管 还有别的事吗 对了 之前 我看了少爷订的宾客的名单里 没有皇家少爷 黄喜善的名字 我想请问一下少奶奶 是否家傻 黄喜善当然不请 这其中的状况 我都知道 说实话 最近皇家的势头真的很猛 但从商业的角度来说 我们正可以借此机会 跟他们展开之前所谈的合作 少奶奶 要不要再慎重考虑一下 皇继绣装最近的绣品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差人去打探过了 不论花样和袖色 真的上了一个档次 而且 这一切 这一切都归功于陆雅清的功劳 是吗 所以我想 我们是不是趁此机会 跟皇家缓和一下 让他们 不行 雅清啊 赶明儿啊 我得给你做个大海报 贴在咱们绣装门口 写上几个字 陆雅清作品 夫人 使不得 怎么使不得啊 我要请容成最好的相馆 来给你照相 不行不行 有什么不行啊 既然夫人都已经说了 那就是圣旨 必须行 是不是 黄许山 你这狗嘴里 总算是吐出象牙来了 雅清啊 我觉得呢 你就是我皇继绣装的绣工总监了 这工钱嘛 你说多少合适啊 雅清不敢 我只是一个下人 瞧你说的 有什么不敢的 夫人都已经说了 从今天开始 那你就不是皇府的下人了 那是长势的 是吧 要不这样吧 咱们今天 一起清雅清 吃个饭 好啊 你皇少爷说啥就是啥呗 好 来 来 夫人 给夫人倒酒 怎么能你来呢 让我亲自来 对吧 来来来 夫人 多喝点啊 来 雅清 你也再来一杯吧 夫人 我酒量不好 不能再喝了 夫人都说没事了 雅清 那就再喝点吧 我告诉你啊雅清 女人喝点红酒好 红酒养颜美容 你给我闭嘴吧 我 我又怎么了我 我就看你那色咪咪的样 我看了我就想冲你 不是 老婆大人 你在外人面前 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 再说了 我 我做错什么了 她佟家大少爷 佟少伟的爱情 那就是伟大的爱情 换成我黄喜善 我的爱情 那就是色咪咪的 我 我知道谁惹谁了 你说我上哪儿讲理去我 我我我 就你那样 还跟人佟少爷比啊 我怎么了我 是啊 我当然没有童少伟厉害 人家为了一个青楼女子 雅清 我不是说你 别往心里去 她都把家常给败了 可我呢 我可做不到 我告诉你 就算像那历史上的四大美人 全都跑到我面前 头怀送抱 求着说 你做我老公吧 我都不同意 因为我有亲亲好老婆 不许许许 少贫嘴 乖恶心的 雅清啊 房里的 陪我去上汤厕所吧 去吧 慢慢来啊 不急 少爷 再喝点吧 去去去去 你走吧 走走 快去去去去 来 试试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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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喝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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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去去吃吧 不不不 我不成了 我不 吃啊 我吃不下了 真的 你个黄西山 轻点啊 就你那点馊主意 你以为老娘我不知道啊 我告诉你啊 雅清现在是我的姐妹了 你少打她的歪主意 要不然我立马出你皇家的门 不是 老婆你听我说啊 这 这 这个我再也不用了 我不敢了 老婆 我求求你 我没别的意思 我再有十八个胆 我也不敢惹 老婆你生气啊 雅清啊 从今儿起 你晚上就跟我睡 免得呢 老被那个谁惦记 不是 他 跟你睡 那我呢 你呀 要不一起睡 这种事儿怎么能劳烦你皇少爷亲自动手呢 让下人去做吧 还说风凉话 让下人知道了 那我的脸还不彻彻底底地丢尽了 他们再到外面说去 我在这荣城 让人指指点点的 我还活不活了 那是你活该 谁让你对我们雅清动了歪主意了呢 老婆大人 你说我敢吗 我守着你 我告诉你 我现在对雅清要是有那么一点点心思的话 那天上马上打个雷就把我给劈死了 你信不信 那刚才是谁背着我和雅清说了点什么 刚才 我在跟雅清谈论童府祝寿的事 你不相信你问雅清 对不对 少爷说的是 童府做寿 做什么寿啊 童府老太太六十大寿 杨开太告诉我的 不过这弃人的事 他们请别了荣城 所有有头有脸的人 就是没请我 人家能请你吗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做的那些坏事 我怎么了 我告诉你 他们要请我我还不去呢 他们就是八抬大叫来抬我 我都不想去 不过话说回来 你说这有头有脸的人都去了 咱们皇家要是不去的话 这脸面上实在是过不去 所以我决定了 他们不请我是吧 我自己去我 那你就去 反正呢 你皇少爷的脸皮厚啊 也没有人拦着你 去去去好了 老婆大人 那我听你的 我去 不过我跟你商量个事啊 你看雅清吧 在咱们家都成了宝贝了 我想带着雅清一块过去 证明给他们看看 你就答应我吧 这事你问我可没有用 你得问问雅清自己的意见 雅清 你就跟我一起去吧 我求你了 雅清 行了 没人逼你 你要是不想去就不去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不想的 我是个下人 就按少爷的意思办吧 好 老婆 我就说嘛 雅清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行了 谢谢啊 那是人家雅清好说话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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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我们睡觉吧 谁让你上床了 谁让你上床了 今儿晚上你就在这儿睡了啊 真 真睡这儿啊 谢谢 谢谢 恭喜 恭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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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请请 听里边请 里边请 您来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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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里边请 里边请 里边请 恭喜 多谢多谢 恭喜 里边请 请吧 关家的 恭喜 negotiations lumin下午 恭喜 恭喜 consig denk佳由colovi 三泷 要听从 intervention 还可以 uate吗 每个 вариантgram 也顶 interested 就算是你不仁 我也不能不义呀 这是我们皇家的祖训 其实咱们两个人 也没有什么过节 不就是为了 陆亚青这个姑娘吗 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 咱们还得往前看 不是吗 所以我今天 特意把她带过来 就想让你看看 她在我们皇家 过得也不错呀 来人 把贺礼放上 大喜的日子 何必这么固执呢 小翠儿啊 收了皇少爷的礼 今天是老夫人的生日 我不想她面子上挂不住 皇少爷 请吧 走吧 雅清 少爷 要不我把她撵走吧 童家的新媳妇聪明贤惠 老太太 您真有福气啊 我还等着抱我的大胖孙呢 恭喜 恭喜 宏姬秀庄是我们 容成业界的一面旗帜 祝您寿彼南山 谢谢 谢谢 请就座马上开席了 谢谢各位 请就座 谢谢 谢谢 恭喜老夫人 雅清啊 我今天真的没想到你能来 来 我给你针上 另外听说你是皇家的大功臣了 以后我们同皇两家的合作 全靠你了 同胜奶奶 多谢您抬举 多谢您抬举 多谢大家啊 好好好 谢谢 真是 真是 大家随便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来 大家祝佟老夫人寿彼南山 来 一起来啊 我们敬佟老夫人一杯 谢谢 祝佟老夫人福如东海 谢谢 受你南山 谢谢 请坐 请坐 来来来来 坐 请坐 来来来来 买上买上 好好好 都买上 都买上 好 买上 好好好 来来来来来 来 老夫人 好 感谢各位 来为家母拜寿 以后同济绣庄的生意 也要靠大家多多支持 稍微先干为敬 大家喝一杯 请坐 坐坐坐 老夫人 我呢 单独敬你一杯 今天是你的大寿 祝你长命百岁 寿彼南山 谢谢皇少爷 谢谢 谢谢 大家都吃点啊 等等 佟少爷 咱们俩的酒还没喝呢 我记得你酒量挺大的 在最先楼的时候 你可以以一抵十 百战百胜啊 那时候你是不是喝醉了酒 才把陆亚青给拿下的 黄岁山 今天你是客人 我不跟你计较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佟公子 你可别忘了 现在陆亚青可是我们皇家的人了 你不能见着酒家欺负他 听见没 来 黄少爷 来来来 继续 今天大家难得轻松 多喝一点 好 免着替我好好照顾大家 放心吧 陆姑娘 黄夫人怎么没有来呀 黄夫人 黄夫人临时有事 实在是赶不过来 特意嘱咐我 恭祝老夫人生辰快乐 最近黄季绣装绣品改革 让大家耳目一新 看来同济 要向陆姑娘好好学习啊 老夫人言重了 雅青不敢 请坐 好 大家多喝一点 吃 祝贺老夫人 谢谢 谢谢 多喝一点 王夫人 好 陆姑娘 这一次 我只代表我自己 敬你一杯 童商奶奶 客气 不错 你能赞到吗 我发生了吗 我发现了 和你不错 你能赞到吗 我发现了 你都发现了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你也只能赞到 我发现了 你也要去 你也能赞到吗 干杯 我祝你幸福 谢谢 四春呢你 你干什么 对了 不是人家都欺负到家里来了 你说你怎么连个屁都不敢放啊 我这同府的姑爷 我这脸都被你给丢尽了 你喝多了吧 你才喝多了呢 哥 我替你去教训那个姓黄的小子 怎么样 今天谁都不准乱来 不是 不是 你 你这口气你也能咽得下去啊 那个姓陆的姑娘呢 你要不要见她一面 你说什么呀 装 装 你就跟我装 我好歹林太也属于风月场上的高手吧 你看你这痴呆样 一看你就是四春犯贱 不然我给你了 你烦不烦你赶紧走 你就是活该 我替你出这口恶气 见我个人情啊 没事 我吓唬你了 没事 他